是谁炮制了完美谋杀案 妻子神秘失踪 根据他留下的诸多证据 显示丈夫和他的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妻子的家人暴揽 并将丈夫列为重点的嫌疑人 在警方的调查下 丈夫出轨并转移四百万资产的隐私曝光 然而就当所有证据集中到丈夫身上时 一年后妻子却神秘地出现在深圳的一家服装制造厂 而她之所以要炮制丈夫杀妻案 不过是为了报复丈夫的出轨 那么本来她报复丈夫的计划可谓天衣无缝 为什么她又会在一年后现身呢 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无法过下去了 不是我死就是少剑波他王 2017年12月1日 正在长沙一家软件公司上班的李长冰 突然接到姐姐李彦群发来的威胁 看完信息她呆住了 一天前她才和姐姐通了电话 丝毫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没想到现在却是如此的决然 她当即拨打姐姐的电话 却显示已经关起 难道姐姐这是向自己道别 来不及细想的李长冰购买了长沙到广州的高铁车票 车子一路飞驰 他紧锁着眉头 满脑子都是和姐姐小时候的情形 李长冰和姐姐李彦群是湖南少阳人 在他只有12岁的时候 父亲就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是母亲节一缩时把姐弟俩拉车长大 两个人十分争气 高中毕业 先后考取了湖南两所知名大学 大学毕业后 李长冰在长沙的一家软件公司上班 而李彦群和男朋友邵建波到了广州打拼 十年的打拼 两人有车有房 资产达到了上千万 眼看着日子越来越好 没想到姐姐过得这么憋气 两个半小时后 李长冰到了广州 他打车到了姐姐的家里 劈头就问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姐姐怎么会给我发那样 让人毛骨悚然的信息 邵建波说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段时间我们好好的 也没有争吵 邵建波闪烁其次 李长冰隐约觉得姐夫有事情隐瞒 等了一个晚上 李长冰也没有等到姐姐回来 李长冰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是民警说 李彦群失踪的时间还没有到达四十八小时 尚且不能离安 晚上 李长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仔细地查看姐姐这段时间 发给他的短信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能进入姐姐的微信 说不定能查到蛛丝马迹 学计算机出身的李长冰 破解姐姐微信密码并不是难事 登上李彦群的微信之后 他逐个翻阅网友的聊天记录 开始一切正常 可是在查看和爱美容的聊天记录时 李长冰发现了七条微信 我不知道和邵建波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加班 我不断地安慰自己 他不会在外面找女人 可是我知道自己不过是自欺欺人 这样的日子真的无法再过了 我渴望的爱情和婚姻根本不是这样的 虽然自己得不到 我也不会去成全别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 总是觉得他是虚情假意 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 再也找不回来了 或许在他看来 我的死亡也拉不回他了 李长冰越看越心惊 从姐姐微信的自理行间 他隐约觉得姐夫可能在外面有女人 姐姐的失踪和这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是李长冰只能暂时压抑住怒火 询问艾美容到底是谁 邵简波犹豫了几秒钟后说 艾美容是李彦群的闺蜜 至于她的真实姓名 她也不清楚 李长冰只好给艾美容留言 只是等了几天 也没有收到艾美容的回复 四天过去了 李长冰没有姐姐的半点消息 很快 她的母亲也赶到了广州 你是这个混账东西 要是我的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的 在李长冰的陪伴下 两人再次向警方报了警 这次民警立了案 之后的几天 两人到派出所了解情况 可是由于李彦群的手机一直关机 他们到李彦群所在的单位小区调查 也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 警方的调查没有进展 李长冰却从邵建波家里的电脑网购记录 发现了线索 原来早在十天前 邵建波购买了安眠药和绳索 对此 邵建波的解释是 这段时间他神经衰弱 经常失眠 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可是当李长冰让他提供剩下的安眠药时 他却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而至于购买绳索 邵建波说是为了拴家里的宠物狗金毛的 李长冰已经到广州一个星期了 压根没有见到什么金毛狗 李长冰的怀疑找不到答案 警方却有了重大的突破 他们在丛化的一座水库边 发现了李彦群驾驶的车辆 车停靠在岸边 车门敞开着 种种迹象表明 李彦群很可能在水库边遇害 并被抛尸水库中 警方对水库进行了搜索 并没有发现李彦群的尸体 警方对邵建波进行了询问 邵建波说不出李彦群失踪前几天的行踪 考虑到没有邵建波作案的直接证据 警方对他进行了询问之后 就把他释放了 虽然警方没有认定 邵建波杀害了妻子 可是李长冰却认为 姐姐很可能遭到了他的毒手 他还勾勒出了 姐夫犯罪的全过程 邵建波出轨之后 发现根本摆脱不了妻子 于是他起了杀戟 为此 他从网上购买了安眠药和绳子 在他的花言巧语下 两人假意到从化旅游 途中邵建波找理由让李彦群服下了安眠药 等车子开到荒郊野外的时候 他用绳子勒死了妻子并抛尸野外 接着他把车子开到了水库边 制造了妻子自杀的假象 由于警方找不到李彦群的尸体 案件只能搁置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李长冰假意和邵建波喝酒 等邵建波酒醉之后 把他捆绑起来 几个小时后 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别以为警方没有找到证据 我就拿你没办法 告诉你 如果不老实交代 我就让你沉糊 看到李长冰是来真的 是的 邵建波终于开了口 原来 邵建波和李彦群 来到广州之后 经过十年的打拼 两人买房买车 资产达到了上千万 在工作中 邵建波认识了来自江西的王运恒 很快就成为了情人 一年后 王运恒还给他生下了儿子 情人步步紧逼 可是邵建波又不敢向妻子摊牌 就这样 两人陷入到了冷战之中 看到邵建波没有离婚的意思 王运恒退而求其子 让邵建波一次性支付 二百万元的分手费 李彦群只好瞒着妻子 把二百万转到了 王运恒的账户里 可是不久 李彦群还是发现了 丈夫的婚外情 当得知丈夫婚外生子 并把二百万送给情人时 他彻底崩溃了 除了每天闹 他还把自己的委屈 倾诉给了闺蜜 艾美容张静 虽然我渴望和王运恒在一起 但是我绝对没有杀害李彦群 再说了 他还给我生下了儿子和女儿 邵建波的话 到底有几分是真的 李长冰实在是难以确定事情的真相 考虑到自己绑架 邵建波是违法的 他在让邵建波在坦白书上签字时候 把他放了 为了证实邵建波的说法 李长冰找到了王运恒 是的 我是想和邵建波在一起 但是我绝不会怂恿他做出杀害妻子的事情 再说了 邵建波平时杀鱼都不敢 他怎么敢杀人呢 这几年 邵建波是给了我四百万 我也安心和儿子在一起过日子 邵建波之前说给了王运恒二百万 可是王运恒却说给了他四百万 李长冰敏感地意识到 邵建波对他撒了谎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